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问王天林 到加纳开心吗 祖籍浙江绍兴 生于上海的王天林 以标准上海话回应 教官开心 隔得风景老好鹅 人到晚年 王天林早已淡泊如水 他享受着每一刻时光 1928年出生时 王天林不叫这个名字 家里人觉得他五行缺木 于是给他取名为王树林 他长大一些后 认为数字不好听 把名字改为王天林 后来 王天林的儿子王日祥 也有样学样 不仅跟着王天林进入娱乐圈 还改了名字 取名为王晶 对于父亲王天林 王晶最深刻的认识不是开心 而是苦 王晶坦诚 父亲实在吃了太多苦 我知道父亲一直不快乐 想不到他是不快乐到这个令人发疯的地步 其中一大苦 便来自他的婚姻 1954年 王天林与演员太太 两个舒文结为夫妻 两人养育了五个子女 问题是 妻子完全不顾家庭 而是沉迷赌钱 用王晶的话说 妈妈永远在打牌 房妻打牌 可不是邻居几个凑桌 耍着玩 乃是大手大脚的砸钱 甚至到澳门赌钱 因为越赌越大 越输越多 他就瞒着王天林 去借高利贷 等到高利贷追上门 王天林才发现 妻子竟然欠下一大笔钱 对此 王天林大为恼火 索性划清界限 王天林撂下狠话 他以为 他以为我会帮他还 我一定不还 话是这么说 王天林最终还是原谅了妻子 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妻子不靠谱 子女又多 生活自然艰难 王晶一直记得 有一天 他发现家里加起来只有七块钱 妹妹们年纪小不知道 但我已隐约在家里闲聊中知道 父亲为了支撑一家人 到处举债 不知受了多少人的白眼与冷言冷语 那段时期 家庭生活的困苦与王七沉迷赌钱密切相关 吊诡的是 1981年 王晶首次担当导演 为邵氏拍摄电影《千王斗千霸》 就是聚焦赌场恩怨 扮演千王之王罗斯海的是谢贤 刚开始拍戏 王晶难免至难 请教王天林一部电影有多少个镜头 结果 王天林直接跑到片场 助阵三天 王晶对他说 你来坐那里就行了 让别人都知道我是你儿子 第四天 王晶终于充分理解了镜头的运用 王天林离开剧组 后来 王晶指导出《赌神》《赌圣》系列电影 做成事业巅峰 名造一时 经历这些之后 王晶对赌钱有了全面的理解 多年后 他直言 我后来对赌博颇有研究 才发觉他是一个拙劣的病态赌徒 这个他 指的正是自己的母亲 不过 王七慢慢收手 赌钱也成了他们婚姻中的一段插曲 媒体称 半世纪以来 夫妻俩始终恩爱 王天林的第二大苦来自演艺事业 并非一开始就当导演 王天林是从最底层的幕后人员做起 从内地到香港后 他现在在充饮房当小弟 之后成为片场的录音助手 当了一段录音助手 王天林对未来仍然一片迷茫 某天 一位名叫梁红的摄影助手 团队王天林说 年轻人 你进电影行学录音吗 学了录音将来怎样 顶多让你装布录音机 你这么年轻 不应走这条路 应该走导演的路 一句话 惊醒了王天林 从此 他把梁红视为恩人 全凭我这位恩人 教我转去当场纪 日后再慢慢升上去 当副导演 当导演 其后 王天林真的做起了场纪 第一个跟的导演是洪书云 他是洪金宝的三叔公 洪书云身为导演 常常耍艺术家脾气 现场经常甩手走人 这个时候 王天林就得代替他 做各种工作 这样一来 反而把片场摸透 1950年 年纪22岁的王天林 担任导演 执导了电影 峨眉飞剑侠 这部影片在市场上反响热烈 此后 王天林又拍摄了 江湖骑侠 飞刀李凤娇 昆仑三剑侠 苏启儿 黄飞鸿意旧海状四等电影 这个过程 王天林仍然没少受蔑视 他回忆说 起初没有人看得起我 摄影师也换了五个 随便谁有空就让谁去拍 得益于影片的质量 尤其是票房有一定保证 王天林渐渐站稳脚跟 成为南北两派影人 都为之盛赞的大导演 摸爬滚打十年 1960年 王天林全力以赴 指导了歌舞片 《眼玫瑰之恋》 对于这部电影 王天林相当自信 称其是自己的毕生代表作 自信到什么地步 《眼玫瑰之恋》被送往菲律宾 参加亚洲影展 在此之前 当时王天林所在的电贸公司 已经开始筹办庆功宴 获奖电报也随时准备传回 但没想到 邵氏向亚洲影展主办方投诉 《眼玫瑰之恋》剧情抄袭卡门 结果《眼玫瑰之恋》 被取消参赞资格 毫无疑问 王天林和电贸 上下都被气得半死 谈到这件事 王晶透露 当时人看好王天林 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导演 但是 被见不得光的金钱内幕剥夺 2005年 《眼玫瑰之恋》入选 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 香港电影评论协会 评选的百部佳片 位列第64位 这已间接说明 王天林的自信 和见不得光的金钱内幕 并非空穴来风 《眼玫瑰之恋》的遭遇 改变了王天林对奖项的看法 他多次对王晶说 宰 奖是命 你命中有就是有 没有就怎样都没有 换句话 简直是为王晶量身定作 直到2005年 拍片无数的王晶 才凭借黑白战场 拿下第12届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 最佳编剧奖 要知道 此时 王晶入行已经30年 1970年 王天林加入TVB 担任监制 开启了一个辉煌时代 简单来说 王天林主导制作了 《提校音源》 《书剑恩仇录》 《小李飞刀》 《楚留香》 《射雕英雄传》 《雪山飞狐》 《神雕侠侣》 《精华春梦》 《千王群英会》 《千王之王》 《杨美女将》等大批剧集 但在TVB 王天林最初只收获了稳定 工资却不多 以至于他要走路上班 不敢多花一块钱 打拼五年后 王天林的工资 涨到月薪四万元 王天林不止打造了 一系列知名剧集 还捧出过后来 在电影圈呼风唤雨的名导 分别是林德璐 林领东 杜琪峰 林德璐指导了《反弹风暴》系列电影 林领东指导了《监狱风云》系列电影 杜琪峰更是成为香港黑帮片的一个代名词 这三位名导 试图关系如何展开 林领东曾回忆说 我进去的时候 称林德璐为大师兄 他是第一副导演 我是协助林德璐的 他为主 我为父 林德璐后来当上编导 就轮到我为主 杜琪峰为父 我离去之后 便由杜琪峰为主 刘世玉为父 就这样接下去的 而顶在最前面的 就是王天林 时至今日 TVB内部 仍然有编导或监制 会尊称王天林为大师伯 1990年 王天林宣布正式退休 徒弟们决定送一个礼物给他 你可能想不到 这个礼物就是红极一时的电影 天若有情 对这部影片 监制杜琪峰解释说 目的是要表扬天林书 但难道要拍一部王天林吗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拍这部戏的目的 就是希望赚来的收入 能全部归阿叔 所以 这跟题材无关 只要拍一部 有钱赚的戏就行了 当无数观众 为刘德华 吴倩怜的爱情 深受触动的时候 有多少人知道 这部影片 是向王天林致敬呢 即便如此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王天林背后 存在着一个苦乐兼备 有情有义的影视江湖 王天林正是这个江湖 不折不扣的大佬 2010年 王天林因身体机能衰退去世 享年83岁 尽管私人已逝 但王天林 为香港影视文化的发展 所创造出的辉煌成绩 却是不朽的 他永远值得人们缅怀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